新北市教育局日前在三重区的明治国中 举办了新北市智慧教室 把学习变简单了宣誓记者会 新北市将在两年投入5亿元的经费 推动校校智慧学习 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 教育局长张明文 以及多位产观学界的贵宾们 用语音辨识启动明治国中 虚声自制的AI机器人库宝 宣誓新北全力推动校校智慧学习 新北智慧教室把学习变简单了 新北市两年投入5亿元的经费 同时也将建置全国最多的 1万多间智慧教室 希望提升新北市40万学生的资讯素养 以及未来竞争力 让我们同学透过我们智慧的教室 启发他学习的心 所以不断是提升我们的配备的平板电脑 大尺寸的荧幕 更重要让他转体不断的升息 所以这些的改变 一定要跟产业界 要跟学术界 大家来紧密的连结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探长 我的使命就是打击邪恶的犯罪 保护善良的人民 发挥正义的力量 维护世界的和平 以上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谢谢大家 好谢谢 今年度新北市11所智慧教室示范学校 将从5月下旬开始陆续进行教师公开授课 呈现老师运用新兴科技设备 融入各领域教学的成果 记者方健凯 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